今天非常荣幸 高屏地区 能够在这里 报告我们这个高屏地区 补助产业发展的前提 我想在座的话 很多都是这一方面的专家 尤其是黄子冰黄社长 针对这个题目 我相信他已经可能讲过不少次的 所以我针对我们这个高屏地区的话 从不同的角度来切入 那现在是一点半 我想这个平常都是 你修时间还没有学术 我希望说大家听了我这个 想这个之后不会说更想睡觉 那我这个题目的话呢 我想我们也先感谢 这个我们学校克力强教授 对我的内容 有提供宝贵的意见跟指证 那我想我们这个高屏地区的果树 是一个很特殊的这种产业 我想先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电脑上包裹 那主要的话还是以热带果树为主 那常绿 比如说热带跟养热带 常绿的这种果树 那早上的话我想林厂长 针对这里也做过了这种报告 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在不管在这个 就是说芒果 莲屋 或者是野子 印度长 都是占了50%以上的比率 那在香蕉 粽一般石油跟木瓜 也至少有40%几 所以我们几乎这个是狼瓜的我们所有的这个重要的这个热带跟雅热带果树 大部分的产区都是在这个高平地区 所以说我们在这一方面的话有35% 都是这个在高平地区 那我们正在这个各年间的变化 我们也看得出来 就是说大致上呢 这个变化都是在近20年来比较显著 那当然主要的原因 我们可以从上面这个最少的这个联务印度老爷子芒果这些的话 主要原因当然都是因为说我们 它的这个成熟期比较早 那比较早的话 它的价格也比较高 所以本来我们以这个荔枝为例的话 它本来是在这个中部为主的这个栽培 现在已经逐渐转移到这个高平地区 那其他的话像芒果的话也想主要也是本来是在台南地区比较多 那我家是因为我们在这个仿山仿寮这一代 它的价格应该比较少 就是它成熟品比较少 所以价格比较好 所以现在的面积已经上了大概53% 那我们从这边的话也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因为整个来讲 我们举这个三个比较好 就是说生产期比较短的 像栗芝能也跟芒果为例的话 可以看得出来 只要是比较少的话 它的这个价格就比较高 而且是一般盛产期的三到五倍 这个是荔枝的这个不同年份的这个情形 包括这个是農野的这个不同年份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都是有这种这种情形 那尤其是在像这个都是在五六月这段时间 特别好 所以我们整个来讲 回纳一下就是高频地区果树产业的特性 就是说 糖绿果树是主要的作物 面积超过这个糖绿果树全整的3% 那果实采收局是全整最早 通常比这个正常产局售价 大概都三到五倍以上 那冬季温暖比较少航海 因为日月温差比较大 所以利于这个水果的这个品质的提升 另外在经过这个各个这个 试验场所研究机关 大学跟这个农民的这个努力 在家庭技术跟品种方面 都有很好的这种改进 我们可以举这个例子 比如说在芒果方面的话 我们从这个一般的最早饮品 还有这个艾文海盾到金黄 跟这个玉文六号 这个农民港一号 还有包括其他的这种 比如说矮化的泡带 这个产局调节的 跟最早的这个 塑粉昆虹的这个饲养 这些的话 对我们的这个芒果的产业 都有很大的这种帮助 那在联名方面的话 我们想从这个产局调节 王主任的这个产局调节 跟其他这种这种品质的这个改善 这个都是非常显著 造成这个联名市 我们平衡地区 最重要的一个 这个果素错误之一 另外在这个木瓜的这种品种 比如说台诺二号 也是王主任预出 还有王氏栽培 还有像现在台大的这个 张王生 张教授 预出一个这个 就是好几个品系中 是耐这个木瓜的这个 融点菌的 这种 而且产量相当高 品质也非常好 那另外还有就是 中英大学的这个 林郑助教授的话 针对这个木瓜的矮化 也做了相当多的研究 现在也已经 普遍在这个 高品地区的这个木瓜园 在使用 那另外这样在 凤鱼方面的话 我们 我们也很敬念这个 张信林先生 他这个 预出了很多的这个 凤鱼的品种 使得这个 凤鱼的价格 但是无可否否认的话 我们在高品地区股素产业 也是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 病虫害跟这个 防治成本 它是高于世界的 其他的这种主要产地 不管是在这个 中美洲 这个东南亚 在大陆的话 我们在病虫害的成本 防治都比较高 另外就是 灾别的成本 也是偏高 那当然这些 有些是因为 这个生活节奏的提高 公司的这种 这个逐渐 这个最低公司 逐渐提高 还有包括摄氏的成本 另外就是在 栽培技術上面 还是有一些盲点 譬如说 芒果 莲屋龙眼的产期调节 没有办法 只有百分之百的达成 虽然它的成功率 已经相当高 另外像 在这个莲屋的卓舍 甜度跟烈果 这也是没有办法 完全的能够控制的非常好 那另外像这个 玉盒包的 这个产量的问题 虽然我们已经能够 提高到产量 提高的相当高 但是呢 它跟黑夜来比的话 还是有一点点距离 所以这些像木瓜 它受到这个 因为我们栽培两性株 它受到这个环境的影响 在这个夏天跟中间的时候 它的产量跟品质 都是有一些影响 所以这个都是还需要改进 另外就是 我们在国内的这个市场很小 使得我们这个价格 变化非常的大 所以只要有小小的波动的话 就能够造成相当大的影响 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是我们台湾的这个碳菌病 那我们也要经过这个套袋 这个 还有像我们木瓜的这种文典病 都是很大的一个危害 但是我们要是参观到中美洲 比如说巴哈马 它这个从来没有喷过药 那泰国的这种芒果 它也是一样 这个几乎没有喷什么药 那它们的相对之下 它的这种 不管在外观 在品质方面 没有喷药的话 还是相当的好 跟我们这个有经过这种 套袋床室之后 还是有一点点的这种 这种伤疤 所以这个的话 成本就相当的这种高 因为我们在这个 刚刚提到这个 木瓜的这种买天珠 因为受到这个 花性的这个影响 所以它会影响到 果实的这个 产量跟这个形状 还有这个 往事的成本 芒果套战的成本 每年芒果还化的这些成本 这个大家都没有办法下降 那像我们讲说 这个莲物刚刚提到的 这个果实颜色 比如说到了这个 四五月之后 它颜色没办法提升 另外就是在 蔬果画面的这个成本 还有在我们在用这个 药的成本 还有产机调节的这个 技术 还是有些没有办法 完全能够达到百分之百 还有看到这个四五月之后的 这个裂果的问题 这个也是 到目前的话 我想 今年高雄赶羊厂 曾经针对 这个办了一个 这个讨论会 我们希望能够 及时广业 能够针对这个 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另外的话 就是在 硬盒巴刚刚提到这个问题 这个产量的问题 还有我们讲说 农野的产局调节 碰到冬天低温的时候 还是会有一些产量的问题 还有我们讲说 冬季的这个 凤鱼要生产的时候 它的这个 催化的时候 也比较困难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 需要政府的问题 另外就是说 我们这个国内市场很小 那所以只要稍微有点 生产过剩的时候 它的这个价格 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这个是83年的 这个年头的话 我们讲说这个凤鱼 这是我们那个 沈昌域 那时候当乡长的时候 来送这个凤鱼 那其实到了这几年来 我们从88年至到现在 好像凤鱼都没有太大问题 那当然这是因为新品种的 这个改进的关系 那另外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香蕉 我们从这个以前的这个 83年 香蕉这个价格很好 到了88年 价格不好 那到了91年 它现在因为新北交的这种 推广 现在又起来 那这个87年的这个芒果 跟88年一年之间的 芒果的价格 相差这么大 所以我想我们在这边的话 说实在我们这个 农镇官员 跟这个 试验机关 经常会碰到这种局面 有时候农民经常说 这个 麦克斯区要怎么办 事实上这个是有一个轮回的 所以轮回的时候 就是 我们讲说 有时候快乐地盘的话 就是 你把它分紧一点的话 就熬过了 但是这农民来讲的话 这可不是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想 这个是我们 就是说 努力要解决的这种方向 我们希望将来 不要再发生这些 那我经过多年来的观察 是针对这种 我们认为说 台湾的这个果素产业 它有这样的一个趋势 就是说 它不管是在生产方面 或是在这个金属方面 它可能有这样的这种方向 一个就是说 高品质跟地基测 是一辆水果的生产 所以这个的话 可能会越来越涉及 另外一个是新品果素 跟新品种 新品种就是说 这个生产通常是价格会比较好一点 还有就是不同产极水果 这就是产极调节 低沉沦的这个水果 比如说这个 我们在沃沦果树 就是落叶果树 是梅子 在长绿果树 是农业 最明显 比较不需要有什么投入的 那低污染的这个水果 有机农业的 还有就是观赏果树 跟这个果原修前化 这种 但是这个还是有它的这个局限 不可能太多 所以我想 生产队是我归纳一个 就是说 我是小小的一个提出 就是说 我们未来努力的方向 就是从这个 一个就是说 品种的改进 品质的提升 成本的降低 财务处理技术的改进 跟这个国际市场的开展 还有观赏跟修前果树的这个发展 那当然之间我想 在座房这场 还有几个果树的专家 像王主任 可能跟这个都已经提过 相当的这种建议 那我想 我在这方面 比如说 我们这些品种的改进的话 我们不断的 每次有这个新的品种的话 都会带动这个 这个整个 这个厂值的这个提高 比如说 我们从这个珍珠拔 到这个扫子拔 到这个五指拔 还有现在这个 台大康博生 张教授 预出来这个所谓的 这个耐 木瓜龙点病的这个几个品系 还有包括这个 台湾二号的杨桃 跟我们高雄二号的这个运度 这些出来的话 基本上都会对我们的这种 这个厂值有所帮助 那因为我们现在 不管是在我们学校 或是在高雄厂 还有一些农民的话 这个引进步 少了这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 这个联务的品种 我们希望说 因为联务的这个品种 基本上是相对的 比较少 我们希望说 能够针对这个 做一个多元化的 比如说 这是几个我们本地的品种 那这些都是泰国 这是本地的 这也是本地的 全就是说 本地的你选出来 这个是泰国引进的 这个是越南的 这个是泰国的 这个也是泰国的 那这个是泰国最近引进的品种 我们现在大概 最近这个主要的品种 我们也有 那另外就是 我们在新兴国这方面 不管在比利国 或是在这个 太平洋温国 刚刚我们讲 早上这个 我提到就是 甚至这个 譬如说 泰劳他们比较領先 这个芒果 那我们像这种东西 太平洋温国 基本上 对东南亚的人 都是 比较喜欢这个东西 包括我们的 这个新兴国 跟这个黄金国 那我们这个高雄厂 跟我们学校引进的 不少千年长各的这种果素 比如说各种不同的这个品种 还有我们这个高雄厂 跟我们合作 还有凤山这边水 有在进行的一些 像黄金国的 这个小破洛蜜 或是榴莲蜜 还有我们现在有在做这个 比如说 红色的这个螺旺子 白色 这个习素 神秘果 跟这个 刚刚提到的这个 太平洋温国 我们这个在做相当研究 我们希望对这个 将来的产业有所帮助 那当然这个 新兴自在果素发展 原因主要一个就是说 因为主要的果素栽培 也比较越来越困难 大概就是 这个 这个 就是它的这个价格比较低 那因为它这个收益比较高 新的果素收益比较高 栽培变区比较少 变成化比较少 比较适合这个 这个休闲跟这个 这个观光荣源 那接下来我要报告就是说 在品质的提升方面 我们也做了相当的努力 比如说 我们从早期的这个蔬果 套袋 包括这个在 果实还在生产期的这种修剪 还有其他的各种的这种 但是呢 最近我们大家也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说 有什么柯林来长大的 或是什么这些东西 包括这个生物孝食 我们先不论说 这个到底是市货 到底市货是正确或是不正确 但是我相信是不是 除了传统这个 我们可能更思考一下 因为我们本身不是在做营养 我们希望说能够针对这一方面 能够进一步的加强研究 那在成本的降低方面的话呢 我想 比如说中心大学 林森总理老师发展出来的话 可以在这个网市里面 做四五年的 这个所谓的这种 木瓜矮化的这种栽培 那包括我们这个 现在的网市栽培 因为假如说能够耐的比较久 或者说 早上圣教授也比较自动化的 虽然它的成本比较高 但是在这个喷药跟这个人力方面的节省 而且它的这个维持的时间是相当久 那比如说像这个芒果的这个 矮花方面跟套单方面 我们希望能够更进一步的这个机械化 能够把这个成本降低 那接下来的话我想就是说 我们在彩后处理技术方面是需要 能够加强 比如说这个现场的技术 温级的规格化 比如说品质跟大小的这种规格化 在很多的这个 热带果素方面 并没有说做得很理想 比如说 挂动化的改进 从这个纸箱 修套跟这个秤电 还有包括主藏 条件 因为这个基本上 这个热带果素是比较有这个行害的问题 那我们这一点的话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我们刚刚从百洋厂 曾经针对这个田屋的 采收后的分级标准 做了一套的这种 但是我们是希望说 将来能够进一步在果色 果种跟田屋 都能够进一套标准 比如说 这个不同颜色的话 能够是不是用这个色土 还比较 比我们讲说一般所有的这种 什么这个深黑啊 或是什么这个黑啊 或是什么这个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我们在这个 果实的重量 果实的颜色 那这些方面我们讲这个都是有点差别的 我们希望能够定一套规则 建议它的相关性 另外我想 事实上前面的话我都讲 这个 真正来讲是我们早就已经做过 而且呢 大概能够解决的 都解决了 差不多了 但是呢 事实上最重要的一件 我是觉得还是这个外销市场的开展 我们想要说 将来能够扩展这个外销 能够解决我们很多的这种 这个生产过程的这个问题 那主要一个就是说 但是我们有几个方面要注意一个就是说 了解到国际市场的这个需求 那了解这个市场价格的变化 还有客户采收处理方面的这个技术问题 比如说 这个联盟现在能够销到加拿大 那这个是有一个相当于这个 这个技术才可以 另外就是说提高这个产值要降低相对这个生产成本 还有提高这个品质跟这个规格化 因为这个的话是很重要 我们今天介绍一个问题就是说 外销的时候 你一旦量大的时候 这个规格就没有办法很整齐 另外就是没有办法有很稳定的这个公布的能力 你假如说小龙的话 你可以这个一两个货柜 但是一旦要很大量的时候 那这个没有办法去供应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我们讲说 针对刚刚讲说 这个到底国外的需求在哪里 比如说我们比较一下 刚来的地区主要是这个芒果的产型 比如说从这个 几乎是全年都有 除了这个一二月 那我们这个台湾的时间 大部分集中在五六七 其他时间的话呢 这个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 对人家去竞争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泰国水果市场 相对来看的话 他们这个价格并不是很便宜 因为这个大概是才0.8 就是我们台币 那没有列价格的通常都比较贵 所以这个大概可以到60 到120块钱的这个泰币 那这个的话大概是120 因为这个是肯大力 这个是一个比较新的这种水果 但是我想请大家思考一个方向 这个早上我想也提过这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泰国人吃的都是这种芒果 我们的这个爱王芒果 消过去的时候 他们到底吃不吃 我问过几个人 好像他们都对这个不是很看好 就是问他泰国人的话 好像对这个都不是很看好 所以这一点的话 可能大家要思考一下 另外我想这个 这个是在1989年的资料 我经常提出这个意思 就是说马来西亚 他对羊潮外交 羊潮是马来西亚的重点作为 所以他很早就做这个分析 反正哪一个国家的价钱怎么样 那这个传统市场是哪里 新鲜市场是哪里 有潜力的市场是哪里 他分析的非常的测试 但是我们到现在我想早上 有人提到这个问题 到底有没有分析的很多 比如说越南的水果市场 他们的这个红龙吃起来 跟我们本地产的差不了多少 但是消到台湾来就不行 那你可以看一下他们的龙眼 大概我们台湾的这个百分之二十 比较比较大一点 大概 大概1.2倍 那他们的水果种类也不一样 那另外在菲利宾外面的话 看一下价格 好像跟我们市场上的价格 也没有差多少 是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整体来讲 这个各地的这种价格 所以以前这个东京带来杨教授 杨长教授曾经讲说 这个东南亚的这个水果 事实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市场 我现在也是很肯定这一点 就是说 他们的价格有时候甚至比我们台湾还要高 但是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为他们这个种类跟我们并不是一样 他们集中在这个热带的果树 我们是热带也要热带都有 所以我们要考虑到这个喜好的问题 比如说菲利宾它是比较喜欢酸的这个水果 我们的话我们相对之下 我们是比较喜欢这个甜的水果 另外我们也有一个问题 大陆到底是不是台湾水果的这个市场 我们从这个86年到90年91年 这两个是说好 这个是说不好 这个刚好是瘟带不是 但是我们不能就说瘟带不是不好 但是这里面有提到一个就是 86年的龙眼 因为我们本来是盛产的 就因为所思大大陆 就我们解决了我们这个盛产的问题 所以这个值得思考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去年8月的时候 像我们晚报真的这个价格 都是相对之下来是比较低的一点 但是呢这个在某些方面还是蛮高的 比如说农业 或者说这个其他的这个 还有就是这个是我去年发言的时候 顺便问了一下 这个不是很很正确的 但是是在市场上问的价格 你可以看一下 那去年的农业是30块 但是呢 今年的荔枝跟农业都掉到人民币一块钱了 所以各位不要以为说 这个去年价格那么好 今年就已经还是一样 事实上今年是非常扎 因为主要就是产量太高 所以我们这整个来讲 大陆的水果市场是主要的水果价格是相对低廉 但是它的品质日益提升 我们在这个1995年的时候 这个 当我们老师带队去参加这个海峡两万一 然后在博士研讨会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吃的葡萄都是绿色的 就是一半绿一半纸 但是我们现在在去市场看它的这个葡萄 都是 我们可以看一下 都是这种看起来是相当实色的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芒果 这个品质都相当好 那这个是永定的红市是8月就出来 所以他们有他们特殊的这种 像这个熔野 整个来讲火力都相当的大 所以他们跟我们的话就是说 在某些方面 比如说它这个品质是智力在提升 但是这个分级还需要改进 它这个级跟级之间的这个差距 在市场价格差距并不是很大 但是呢 我们可以肯定的说 他们在这几年之内 水果的这个品质提高了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大陆广袤的台湾民业 我们大家应该都没有听说过 我也没听说过 所以我想 它是台湾新市又是阿里山树林特场 但是 我想 各位要知道说 这是它没有广袤我们的这个 表示说 一定是认为我们这个水果是比较好 才会广袤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所有大陆的这个进口的外国水果都是比较贵 像这一类的话 这些 比如 这些什么平成类的话 它一斤都是十几块人民币 只要是国外进口的就是十几块 所以相对之下 我是认为说 我们 想要能够把这个 台湾这个品牌 打得出来的话 应该还是蛮有前途 主要就是说我们要遭遇到 这个生产为世界市场接受的这个水果平成 还有就是以热带水果为主的这种产业 就是我们在高明地区的话 那就是要克务柴后处理跟主运营上面这个技术的问题 还有就是要建立 我们讲这一点是非常重要 建立台湾水果的这个优良品牌跟认证 因为这一点是我想 我们现在大家目前最大的一个问题 大家都知道台湾的水果很好 但是很量去认证它 那接下来我想到这来讲 就是国益间果素产业的竞争跟合作 我们最近几年来的观察 就是说 我们台湾果素产业的品种跟栽培技术有极大的优势 所以中南亚跟大陆都分为引用 那果素产业技术在国际化跟普及化 已经是不可阻挡的这个趋势 果素的产业的国际分工跟合作模式已经逐渐形成 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台湾很多 跑到中南亚跟大陆澳洲去投资 我们可以这边看一下 就是说这个大陆在果素栽培技术方面的改进 包括从这个斑鱼的矮化 本来就像森林一样 逐渐走到这个是一个几层内 非常矮 而且控制得非常好 那另外就是说 它在福建的果农方面 它在这个印度枣的树芹 它也是稍微有点调整 这个是台湾的这个 那这个是在福建西部农园 他们释种了这个 台湾的田桃跟印度草 我们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捡进去 反正去看的时候数已经很大了 这个是这个去年的嘛 这个农科院 福建省农科院果素研究所主导 那我们根据它这个2000年的福建农业学报 里面记载引用台湾果素 引进了台湾品种来这么多 它事实上 现在大家都知道不止此数 这是它参加出来没有参加出来的证作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高露台湾的这个博士品种 我们广东的深圳 福建厦门 这个是大陆人送 这个也是刚刚的那个试作 还有我们广东中 把他们台湾水果苗的这种 这个卖苗的 那这个是我们台商投资的 这两个都是我们台商投资的 一个是联务 一个是这个 红红的 那这个是我们 另外因为我们这个农季团 在泰国他们也做了一个 台湾的这个展示 博素示范区 还有泰国农季的产条 因为它引用了 从我们台商转造的这个技术 所以泰国现在农季的 防资 这个40% 都是用这个产机调节的 那这个是 特意并的明达纳的 农季公司种的这个 红灰 就是他们买这个红灰去种 那这是在泰国引进的一些 台湾的技术 包括这个台商的印度找 跟这个癌化 靠带 还有包括农季的这个 交通商 他们消耗大陆的 还有这个 翻水流的泡带 好 那接下来我想这个 接下来就是提到这个 官场果树 这个是一个 也是比较有前途 但是它的这种 所消耗的地量更少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 我们现在 引用一些基因果树 可以做一些盆栽 比如说这个是 黄龙 这个是香蕉的 还有小的这个 翻水流 那包括这个 半叶的这个 十几几次 一些柑橘类 还有这个 官国的凤梨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最近 有一些 引进的一些品种 包括这个是 这个 红凤梨 这个 另外一点很重要 我是希望我们说 能够加强我们讲说 水果饮食文化的这种提升 包括从这个 做这个 食材 或是说这个 直接把上去烤 或是说其他的这种 切果果汁 比如说以我们这个 红龙的利用为例 我们做了相当多的 这种利用的这个 这个研究 包括从这个 果粽一直到这个 啊 鲜果菜 这些都是 所以我讲这是一个 整体的一环 就是说针对来讲 我们果树产业也要 做的 能够做这个 这个 我们讲说食材的话 能够更 更能够提高 我们这个 这个消耗量 所以我们整个来讲 做一个结论 就是高平地区 果树产业 刚才也提到一个 我们将来能够 虽然我们已经 有相当好的 这个成就 我们希望将来 能够努力一下 就是说 在国际工工 这个合作的整形性 要能够领先 国际糖域果树的 发展方向 但有人会觉得说 这个好像 但是你假如说看到 我们现在 果树的这种技术 普遍这个 东南亚跟高平 引用的话 我想这个也是一个 相当好的例子 我们是 希望能够继续 保持这种局面 但是我很担心这个局面 可能会没有 因为我们现在 在研究方面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已经逐渐在缩减 包括海洋厂 跟大学 还有就是提高 业者的这个素质 我们是希望说 除了这个 就是我们有这个 各种训练班之外 能够以这个 农业院校 毕业生为主力的 这个产销结合 那我们现在 可以很理解的看得出来 我们现在 在高平地区 很多的这个业者 都是这个 这个大教业校毕业的 我想说 我不用举这个例子 很多在座的话 也都是 我们本校的这个 这个毕业生 那是希望说 能够我们这个 这个毕业生能够主动的 能够投入这个 果树的这个 这个产业 这样的话 对我们提高这个 产销方面 我想最近天下 杂志有报道了这个 我们西兰的这个 大部分都是很多 就是说 大学毕业以上 大学毕业以上 针对这种 能够去 投入这种 这种业方面 那这样他对于这个 生产跟这个 销售的广告都能够 比较了解 那我们希望能够 加强这个 研究发展 跟产业的密切结合 能够研发 跟创新 我想我的报告 到这里 非常谢谢 各位人 谢谢